据环球网3月10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位亲密顾问称 总统本人已经躲过了十几次暗杀图谋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声称 俄罗斯破坏团体进入基附 试图猎杀泽连斯基及其家人 但按照他的说法 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报和反情报网络 已经挫败了这些暗杀图谋 杀手在到达总统身边之前就被消灭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 奥莱克西丹尼洛夫在3月1日的简报会上声称 乌克兰军队挫败了一场针对该国总统泽连斯基的暗杀图谋 简报中还称 这场暗杀由车臣精锐特种部队幕后策划 2月24日 泽连斯基曾表示 敌方破坏组织已进入基附 俄军将它定为首要目标 将其家人定为第二目标 当地时间3月10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在安塔利亚举行会谈 此次会谈 细俄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乌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当地时间9日晚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波兰华沙 访播期间 他将与波兰总统杜达总理莫拉维茨基举行会晤并视察美军 双方的主要议题仍是俄乌冲突 队伍援助 以及可能移交波兰米格29战机等问题 海南 似播 Liver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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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